好了 各位同学我们休息好了 继续回来 我们来说一说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我们在讲的是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分析 大家会看到前面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基本上都给大家要求的是三核心 也就是从考试的这个频率来讲的话 前面的那些内容几乎是每年一定会吵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第149页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分析 它的考察频率相对会比较低一些 可能隔好几年才会考那么一次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整个的财管其实是一个题库了 或者每年它的试卷的套数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也不可避免的 有可能会大家抽到某一套试卷 在第五章的先例有考察当中 考的是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分析 所以这块大家也需要把它给掌握了 因为本质上它也没有特别的复杂 无非其实就是在理解的层面上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绕 所以呢 我们稍微等下展开的时候 大家跟着我把那道立体看明白了 我觉得这块就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说供应资产使用初期 本身呢运行费确实比较低 刚买来的时候 这个资产会比较好用 对吧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平时你在家庭生活当中买的那些电器 都是当买来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用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这不是这坏就是那坏 不是这这个失灵了 就是那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随着设备的逐渐成就 性能逐渐变差 那你的维护费用啊 修理费用啊 能源消耗啊 等等这些所有的运行成本都会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呢 你这个固定资产本身的价值 它也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 它会逐渐的减少 那过去 比如说我这个固定资产买的时候 我是花一千块钱买的 然后你等了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会发现市场上 你把这个资产要是做出售 比如说这个资产就是你架里边的扫地机器人 对吧 这个扫地机器人买的时候是一千块钱买的 等了一段时间 你想要把它给卖给别人说 这个不太好用 我这样就卖了吧 一发现市场上这个扫地机器人只卖二百块钱了 所以你会发现固定资产的价值在逐渐的减少 那就是说当时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啊 他得占用我一千块钱的资金 等了几个月之后呢 我发现如果我再在市场上去买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只需要占用你两百块钱的资金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要非常深刻的认识到在财管的分析当中 我们对于资产的价值是如何去理解的 一个资产价值一千块钱也好 这个资产价值两百块钱也好 本质上我关心的不是它的价值本身 而是它对于我现有资金的占用 所以它价值一千相比于价值两百 就比我两百块钱的状态下多占用了我八百块钱的资金 所以这个部分占用的资金 我就没有办法再把这些钱拿去干别的事 你要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它考虑的会相对的比较复杂一些 这个地方是经常在后面大家想不清楚的问题 所以在这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先展开讲明白了 就固定资产账面的这些价值 对于我们财管分析的影响来说 我们在意的是它对资金的占用 而资金的占用在财管当中的决策灯 决策里我们考虑的是占用的这些资金 我拿去买这个设备了 我就不能拿去买别的东西了 对吧 所以它有机会成本 那这些机会成本就是 你占用的这笔资金 它如果拿去正常存在银行当中 它能够获得的利息收入是多少 那这个利息收入就是你丧失的那个机会成本 所以在这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随着资产年限的增加 资产的价值在逐渐减少 资产价值在逐渐降低的同时 那么它的占用资金也就在逐渐减少 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的这个持有成本 也会逐渐减少 因为如果我的资产的价值越高 那我占用的资金就越多 那占用的这笔资金 它所能够可能获得的那个利息也就越大 那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 对吧 所以在这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持有成本在逐渐减少 这个持有成本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这个机会成本 是因为你把钱花在了这个固定资产上 这个钱就不能拿去放银行里存款赚利息了 所以就会丧失一部分的收益 而那部分收益就是你持有这个资产 所面临的你的机会成本 所以这个它会随着资产价值的减少 而逐渐的减少 所以这个地方持有成本的本质 应该把它给理解偷了 好 再往下 随着时间的延距 随着时间的递延 平均年运行成本和平均年持有成本 呈反方向变化 两者之和呈现马鞍行 最经济的使用年限 应该是平均年成本最小的那一年 不理解的同学 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希望你能够结合这个图形再去理解一下 你看 这个图形当中有横纵两个坐标轴 横轴是使用年数 就是随着这个横轴往右边走 意味着我记得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越来越长 对吧 就我逐渐的在使用更长的年限 纵轴呢 所代表的其实是相关的成本 所以这是相关成本 那对于一个固定资产而言 我们在决策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的最主要的是两项成本 第一项成本叫做年运行成本 这个年运行成本 就按照我们正常使用这个资产 所需要去负担的什么维修费啊 修理费啊 这些去进行考虑 这叫做运行成本 那随着这个资产使用的年限寿命的逐渐的增加 它会逐渐的老化 所以它的运行成本会逐渐的上升 所以你看 这条线是逐渐升高的 那平均持有成本是什么 首先我们刚才解释了 它的本质是机会成本 本质是机会成本 这个机会成本怎么去理解 就是你这个资产的价值 占用的资金 所有可能产生的那个收益 就是这个资产持有的机会成本 我再说一遍 大家这句话一定要把它理解清楚了啊 就是我这个资产持有它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就会占用我的资金 占用的这些资金 原本可以获得的那些收益 就变成了我持有这个资产 所面临的机会成本 这就是我的持有成本 那随着我们整着这个资产使用的年限的增加 那么这个资产是在逐渐折旧的 所以它账面上的那个剩余的价值 就在逐渐的减少 它的账面价值逐渐减少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占用资金逐渐减少的过程 进而也就是占用资金 所能够获得的收益 也在逐渐减少的过程 因为我本金逐渐在减少嘛 对吧 我本金不断的减少过程 那我对应的那个利息 不就已经逐渐在减少了吗 所以年平均持有成本 它是随着我的资产使用的年限的增加 随着资产价值的下跌 剩余价值的下跌 那么它也是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的 所以这两个成本的变动方向 大家要把它理解了 好 那这样理解清楚了之后呢 我们再接下来看 既然我有两项成本构成 一项成本是逐渐上升的 一项成本是随着我的使用年数 在逐渐下降的 那我综合起来看 请问我的总的那个平均年成本 是怎么变的呢 怎么变的呢 是不是在过程当中先逐渐下降 然后又逐渐的上升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U型的曲线 那我要找的那个经济寿命期 那个最佳的经济使用寿命 就是在这个最低点上 那这个点它代表了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资产 比如说 它的使用寿命 正常预计使用寿命啊 是15年 但对于我来说 最经济的这个行为 就是我使用这个资产最经济的行为 是不是使用到15年年末的时候 这是最经济的 可能不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到底要用这个资产用多少年 我要考虑两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我每年使用它 我的运行成本在逐渐的上升 第二 我在使用它越来越久的这个时间当中 我的持有成本在逐渐下降 所以这两个成本 如果我都考虑进去了之后 我会发现这个15年的这种使用寿命的资产啊 我的这个总的成本 其实是一个在逐渐下降 然后在未来又持续上升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要找的就是中间 我到底使用到第8年 第9年 第10年 我把这些资产给处置掉 最好 还是使用到第11年12年的时候 所以我其实要考虑就是 我平均使用多长时间 对于我持有这项资产而言 整体的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我们在这做的这么一个决策 实际上在日常的工作 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么一个情况 咱买了一条生产线 厂商告诉你说 这些生产线 它可以用20年都不会坏 对吧 但对于咱来说 咱得去衡量一下 这些生产线 对于咱来说的经济价值呀 那衡量完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不用等到20年 等到20年 我这个成本就逐渐上升了 那还不如我等到第15年的时候 我就干脆把这些资产给处置了 整体我的成本是最节约的 是到了我这里总成本的最低点 所以其实我考量的就是 我某一项大的这种长期资产 我到底要使用多少年 这叫做经济寿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教材立体 说贾公司 它有一条固定资产 原值是1400 运行成本逐年增加 折余价值逐年下降 不考虑所得税 如下表所示 这张表 最后就是填表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你把这张表看明白了 其实整个的分析流程 其实你也就懂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当中 你怎么去理解它 这个表格当中 更新年限 你看123456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资产使用一年 我就换了 还是我使用两年再换 还是使用到第三年再换 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更新年限 指的就是你把这个资产 使用到第几年 去更新改造它 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时间线 然后呢 它告诉你说 如果我第一年更新改造的话 我记得资产的原值是多少 资产原值是1400 你看不管我在任何时候去更新改造 这些设备 或者我换这些设备 它的原值是不会变的 对吧 它原值是不会变的 原值永远都是1400 余值是会变的 因为随着你的资产的使用的年限的逐渐的增加 我的资产账面的因为折旧之后的剩余价值 它肯定是在逐渐减少的 在这里看折旧都不用你算了 它直接把折完之后的那个账面的余值 直接把那个金额给你了 你看1760 600 460 34 240 逐渐就往下减嘛 怎么减呢 就是折旧减掉了 不断的减折旧 不断的减折旧 接下来 折线系数给了你 然后让你要去计算一个余值的限制 因为这个余值啊 它本质上其实是站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探的 这个1000是在一年后 我账面还剩1000 这个760是在两年后 我的账面还剩760 这个600是在三年后 我的账面还剩600 所以那站在零时点 这个1000价值多少 这个760价值多少 这个600价值多少 我是不是得把未来这些不同时间点的 这个余值 把它折算到零时点去 看它的真实价值是多少啊 所以在这儿 余值的限制 本质上是这折线的过程 你把前后这两个数字一成 就折出来了他们的限制 所以这一列是这么计算出来的 然后呢 又告诉你 这个资产它在运行过程当中 每年的运行成本 已知条件给你了 所以每一年的运行成本看上去都不一样 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 你的运行成本是在整个资产的使用的年限增加的过程当中 这个运行成本也是在逐渐增加的 所以你看 这个从200增长到了400 也是一个逐渐上涨的过程 然后接下来 运行成本的限制 一样的道理 你这个200 2205 290 它是站在不同时间点发生的现金流 所以站在当下这些时间点 我去做决策的时候 我得把未来的现金流都折到现在这些时间点 它限制呀 对吧 所以呢 我又继续的去乘以前面的 这个 折线系数 我去乘这个折线系数 然后得到我们这里面的成本限制 好了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东西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块很不好理解 它说更新时运行成本的限制 那更新时候运行成本的限制指的是啥呢 指的是我们直接看后面的这张表 就这里的这个数字 它是哪来的 这一列的数字是哪来的 它是前面的运行成本限制的累计值 也就是说 这里对应多来是185 对吧 那下面这个374是哪来的呀 是上面的185 加上下面这189 然后得到了我们这里的374 374再加上第三年的这个199 然后得到了下面的573 它是一个逐渐累加的过程 那我们要来理解一下 为什么在这我们要累加呢 为什么要累加呢 你看啊 假设 咱们现在这个是零时点 我们就以第三年为例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在第三年这个年这一时间点的时候去做更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把这个资产给卖了 处置掉了 换设备了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时间点 我的所有的总成本 包括了什么 第一个成本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运行成本的限制啊 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两大成本嘛 一个是运行成本我们要折现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持有成本要折现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运行成本折现怎么折 第一年你是不是有运行成本 第二年是不是也有运行成本 第三年是不是也有运行成本 所以你这是不是得分别折现 折到 折到零时点之后得把它加起来 对吧 你是不是得把这三笔运行成本都分别折到零时点累加呀 这就是更新时运行成本限制的来源 它是一点一点叠加起来 我什么时候截止 我什么时候更新 那我什么时候停止这个叠加 我要把这个时间点之前的所有的运行成本全部加起来 这是我承担的总的运行成本限制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块 另外一块叫什么呢 叫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的限制在这了 这是持有成本 那么来看一看持有成本是什么意思 持有成本 如果我是在三这个时间点中心 请问这个时间点上我的资金占用是多少 是前面每一年的持有成本相加吗 是前面这每一年的持有成本都相加吗 是这些数都要加起来吗 不是 就是这个点上 对吧 就是在第三年年末的时候 我这个资产账面价值多少 那它就占用了我多少资金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只考虑它的一笔现金流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笔现金流 我把它往前折就可以了 这叫做持有成本折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面考虑这个限制总成本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如果我们去把它给标一下这个 呃 序号啊 大家可以拿出你的笔 这样的话 这这里所有的这些计算逻辑可能你会更清晰一些 第一来跟我标一下序号 原值标着序号一 余值二 折现系数三 那么限制的余值 获号四 圈四 它等于什么呀 限制的余值等于啥 等于啥 是不是等于二乘以三 对吧 就余值乘以折现系数嘛 然后运行成本标着五 运行成本的限制呢 六 六等于什么 六等于三乘以五 对不对 没问题吧 来 接下来 七 更新成本的限制 更新时候运行成本的限制 这些七等于什么 七等于啥呢 七等于六的累计数 所以你就把六 这个更新十点之前的全部都做累加 然后这个八 限制总成本 限制总成本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 加上七 再减掉四 我来带着你看一下 最后的这个部分 限制总成本是怎么来的 看啊 首先 这个资产 固定资产在刚买的时候 七出 七出 是不是花了一笔限定流啊 这叫做购置资产的限定流 对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资产的原值一嘛 对吧 这个地方要折线吗 是不是不需要折线 因为原值咱是在零时点购入 所以这1400就是直接咱们的限定流出 所以你就把它当作一个项目去看待 项目的七出的限定流 这是这笔原值的购置限定流 然后第二笔限定流 或者后续的限定流 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七中的这段限定流了呀 因为七出七中七末嘛 分三段来看嘛 那请问七中的限定流是什么 七中的限定流是啥 七中的限定流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运行成本呀 是不是这些运行成本 那运行成本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的七 这个更新时运行成本的限制 你要把它给加上 这是我们七中的所有的现金流折线 最后还有一笔期末的现金流 这笔期末的现金流叫做现金 这个账面的这个资产的余值的限制 那这笔现金流是我们要考虑的最后一笔现金流 这是最后一笔现金流 但大家要特别小心 这笔现金流前面的正负号 你发现没有 它跟前面好像不太一样哦 首先原值这是一笔现金流出没问题吧 你花钱买设备嘛 中间过程当中发花费的各种什么 维修费呀修理费呀 这些所有的也是你的现金流出 对吧 所以它也是一个成本项 所以前面跟你的原值是一样的正负号 都没有问题 这是从成本的角度上去考虑的 它都是现金流出 那后面这个带了一个负号 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现金流入 它是一个支出的抵减项了 怎么去理解它 你的余值的限值啊 余值的限值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对于你来说的现金流入 它是一笔支出的抵减 它是一笔支出的抵减 因为它在这里面实际上是你账面上所含有的那部分的这个价值 就它不是一个成本 它其实对于你来说目前其实是一个持有的 持有的这个价值 所以你在算这个限值的总成本的时候 你在计算过程当中应该是用原值 这个原值已经是你花掉了所有的钱了 你已经把所有的资产的价值都已经放进去了 然后这里面又有额外的这个额外的这种运行的投入 但实际上你在中间损耗掉的这个资金占用的价值只是中间这一段的 有同学在这儿肯定是云里雾里的 我再给你多解释一步 你来想一想 我给你带这数字进去 比如说你看第三年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原来我是不是花1400买了这个设备 对吧 那我在3G的时间点的时候 是不是我就把它给换了 我是不是就更新它了 3G的时间点的时候 我的账面的余值还剩多少 还剩多少 是不是还剩476 好这还剩476 请问他真正占用我资金的 对于我来说 真正损失掉的那部分的收益是多少 是这段期间这个差额是我损失的 对吧 就中间的这一段 我真正损失掉的这个资金占用 其实是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才是我损失的 所以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用的是1-4 原值减掉我的那个更新时候的账面的余值 这两者的差额 是我在中间持有这段期间的时候 我所损失掉的那个资金占用 这是我真正要去承担的那个限制总成本当中的持有的部分 再加上我中间额外花费的那些运行的成本 我再把它给加进去 这是我的总成本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看能不能明白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对 很多朋友这个理解的很对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净限制 所以相当于我在期初的时候花了一笔钱 我到征兴的时候我还有一笔账面的余额 那我真正在这段期间占用我资金的是多少呢 是这两者中间的差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希望大家要能够看明白的 那这个有了之后呢 我们最后计算的仍然是一个平均年成本 所以有了这个所谓的分子上面的未来现金流出的总限值 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就可以得到那个等额年金的平均年成本 所以本质上我们在这道节目当中 我们最终算了仍然是个等额年金 所以它的计算仍然是要去算 它分子上面的那个未来现金流出的总限值是多少 只不过在计算这个总限值的时候 我们的考虑点 期初要考虑现金流出 其中要去考虑我们整个的这个运行成本的这个限值 然后到了期末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考虑它的残值 对吧 所以我是期初的这个复出 再加上这个期末的残值 这两个一紧紧掉之后 中间的这一段 其实是我真正负担的这部分的成本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最后的这个余值的限值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残值 残值的话 在这里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流出 或者成本的抵减项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表格需要大家能够把它的逻辑关系给理清楚 这些地方呢 其实说实话 它理解起来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复杂的 因为它跟我们前面去分析其他的项目的现金流的时候 的思路会整体不太一样 前面那些现金流的 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去带着你去做了一下总顾 把它放在一起去给你做了这么一个解极招手的梳理 就是因为它是可比的 这些所有的项目咱们分析都是期初期中期末 然后不同的现金流有很多 其实分析项目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统一的梳理和这个理解 做题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也往往是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进行出题和考察的 那固定资产经济寿命的分析呢 这是一个独立的考点 所以它跟这些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把它单独作为了一个部分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所以考试的时候往往它也是独立来进行考察的 很少说它跟其他的内容再去做结合 往往对于它的考察是相对这个低 频率比较低 第二个考察会比较独立 所以那个部分呢 刚才这些例题 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单独掌握就好了 好 到此为止 我们其实就把整个的这个投资项目 它的现金流的估计这个部分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稍微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整个投资项目的现金流的估计是 整个第五章当中最复杂的内容 也是我们全书在考察难度的排行榜当中 肯定排第一第二的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呢 对于这一块内容的掌握 希望大家在课后一定要多花一些功夫 多花一些时间 那这里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最主要要掌握的其实是三大项目的 这个现金流的分析 第一呢是新建项目的 第二是继续使用旧设备的 第三是更新改造项目的 所以这三类的现金流 期初有什么 期中有什么 期末有什么 分别有哪些异错点 请大家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些解析招手 把它把握透彻了 那相对考察频率低一点的时候 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的分析 那这个部分呢 就把教材的那道立体掌握好了 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所以这是我们整着的第三节 好了 终于我们把第三节给结束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现金流分析完了 那投资项目的折现就剩最后一个项目了 就是折现率 我们有了现金流 现金流分析清楚了之后 接下来其实就是找到合适的折现率 然后就能把这个投资项目的价值给评估出来 所以接下来第四节 我们重点去介绍折现率的估计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讲过 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它的风险会存在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种风险的差异呢 就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β值它具备可比性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以前的这些内容介绍的时候 我们介绍过说到了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去展开 就我们如何去进行风险的调整 这里面任何项目我们都会有风险 就我们面临所有的投资项目肯定都是有风险的 但这些风险我们如何让它可以变成一个可比的状态 我们针对项目投资的风险 可以通过调整折现率 以及就是调整资本成本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不同项目的比较和衡量 所以我们是通过调折现率的这个方法 来使得它变得可比的 那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几个前提 或者有几种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 就是用企业当前的嘉学平均资本成本 直接作为我们项目的资本成本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资本成本的分类了 记不记得在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资本成本 我们分为公司的资本成本和项目的资本成本 那我们能不能把公司的资本成本 直接当作项目的资本成本呢 在个别情况下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在同时满足等风险假设和等资本节奏 假设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把公司当前的嘉学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你接下来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这两个假设怎么去理解 就是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变 你不需要去看这么复杂的这些解释 很简单 背后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要新投资的这个项目 跟我现有的公司层面上的平均的风险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当然可以用我现在公司的嘉学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那个项目的资本成本了 但这里面的前期 风险我们要分类 第一你去新投资的这个项目 你这个公司本来就是做手机的 然后你投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做手机的公司 那当然经营风险类似 等风险了 对吧 你现在是做手机的企业 你去投资一个做房地产的 请问满足等经营风险假设吗 不满足 那能用你当前的嘉学平均资本成本 去估计你那个投资房地产的那个项目的资本成本吗 当然不能 对吧 第一就是经营风险不同 第二 财务风险可能也不同 如果你在投资那个项目的时候 整体的这个资金 跟你现有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是保持完全相同的资本结构的 比如说我就是1比1 债和股 1比1配比 去进行这个项目的投资 那么你就可以按照 同样的这个资本结构 对应的这个资本成本 来进行估计 但如果你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你当前企业的债和股的比例是1比1 但是呢你要投资那个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你全部都是找银行借的钱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那个项目的资本结构 跟你整个公司的资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满足你的等财务风险假设 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直接拿公司当前的 加薪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你要投资的那个项目的资本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假设 就是当我们的整个的风险 无论是经营风险还是财务风险 都完全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公司当前的平均成本 作为项目的资本成本来进行估计 当然啊 这个太理想了 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特殊的情况怎么办 如果不满足刚才那个等财务风险的假设 我们要使用可比公司法来估计项目的资本成本 什么意思呢 可比公司法是找一个经营业务与你带评价的这个项目 类似的上市公司 以这个上市公司的β值去作为你这个项目 它的β值 你看在这里面 我们要注意用的是可比公司法 我让什么可比了 我找的是经营业务与带评估项目类似的 所以我其实控制了它的经营风险 我相当于现在我只控制了一个风险 那还有一个风险没控制呀 对不对 我是不是相当于把经营风险控制住了 但是财务风险有可能不一样呀 所以我后面虽然用这个β值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这个β值我要进行财务风险的调节 因为这个我找的这个可比公司啊 它虽然跟我的这个经营业务是一样的 咱俩的经营风险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知道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 跟我这个公司的资本结构可能是不一样的呀 所以我要把你的财务风险给卸载掉 再加载上我自己的财务风险到这个β值里面去 我就可以把它调整出来一个适合我用的资本成本 所以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反映在了它的β值当中 如果可比公司的资本结构跟你现在这个项目所在企业 我自己的这个资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估值的时候 你就需要根据资本结构的差异 对β值进行调整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β值是怎么调的 你看我们先把大的步骤给找清楚 第一步叫卸载杠杆 先把关键词抽取出来叫卸载杠杠 卸载杠杠意思是说我先把财务风险给拿掉 然后呢第二步我再加载杠杠 什么意思 我再把财务风险给加回来 你说这先拿掉又加回来 干嘛呢对吧 这个来来回回绕来绕去的 你要加就加要卸就卸 你怎么又加这个卸掉了之后又得加回来呀 看清楚这里面卸掉的和加回来的是不一样的账长 你卸掉的是谁的账长 一定注意是可比公司的账长 所以你现在拿到一个β值是人家公司的β值 人家公司的β值反映的是人家公司的财务风险 所以你要先把含着人家公司财务风险那个β值 里边的财务风险把它给剔除掉 这叫做第一步卸载 剔除掉之后 那那个β值经过调整之后的β值 是不是就是不含财务风险的β了呀 第二步 再把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没有财务风险 我有财务风险 只不过我的财务风险跟人家不一样 我的资本结重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把人家的财务风险卸掉了 我得把我自己的财务风险给加回去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加载回去的是目标公司自己的财务账长 好 加载回去之后 有同学说 这加上这 卸上这 在那干嘛呢 在那干嘛呢 在调β值呢 那调β值干嘛呢 第三步 根据目标企业 我们已经调整好了这个β值 我们去计算股东所要的必要报酬率 股东要的必要报酬率是什么 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所以你看兜兜绕绕这么一大圈了之后 我们本质上我们要算的是啥 是要算的股权资本成本 咱现在是因为股权资本成本算不出来 股权资本成本找不到 所以我们通过了前面这么一个调整的方式 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 比较恰当的股权资本成本 把它作为我们后面去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基础 你看了 所以先是我带着你正着算一遍 然后咱们要倒着来看一遍 倒着来看一遍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风险都完全一样的时候 经营风险财务风险都完全一样的时候 那我只可以直接用当前公司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项目的资本成本 对吧 现在风险不一样了 我不能用公司当前的资本成本 直接作为我的项目资本成本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得调一个出来 那调的这个资本成本 适的什么资本成本 适的债务的资本成本 适的股权的资本成本 都不是 我要调出来的 仍然是一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适合当前企业的一个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所以我的目标 是要去找一个资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出来 但我在计算这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我就遇到障碍了 首先负债的资本成本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股权的资本成本 或者股东权益的资本成本 却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投资的这个项目 本身其实是影响股东的回报的 所以股东在这当中所要求的那些回报率 就会影响股权资本成本 因为你投这个项目和投别的项目 有没有影响债权人啊 债权人跟你签好合同了 合同当中你都已经约定好了 咱的利息是多少 至于你去投了什么项目 不影响我的资本成本 我就要求你按照合同去给我付利息 还本金就完了 对吧 所以债务资本成本 不会受到你这个投资的影响 但是股权资本成本会 因为你投的任何一个项目 最终的风险都是股东来兜底的 所以他要要求更高的回报 或者他可以降低回报的诉求 所以他的股权资本成本在这儿 是我们核心要去分析的重点 所以我们为了要去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发现在这儿我们被股权资本 卡住了 因此我们再活着头去去找 那这个股权资本成本怎么算呢 股权资本成本我们用了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对吧 股权资本成本我们前面在介绍 它的计算方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 加权平均资本资本定价模型 那用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会发现RF呀 RM呀 这些都比较简单 都是在市场上 我们可以找得到的 唯独就这个β β它所反映的是单个资产 也就是你的单个股票 单个项目 它相比于市场平均的 那个收益率的相关性 所以它反映的是这个风险 那这个风险 我们怎么去衡量它 我们就会发现 你公司的这个相关性 和你要做的这个新的项目的 这个相关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咱就得找一个类似的公司 来调整我们这里的β系数 来调整我们这里的相关性 所以往回去找的时候 我们找了一个可比公司 那这个可比公司 它跟我们的经营 要投资的那些项目的业务 是一样的 然后拿它的这个β 来作为我们后面 去计算这个股权资本成本的 一个β值的基础 只不过中间我们要多做一步 就是把对应的财务风险 这个个别风险把它给调整掉 所以这是我们在计算 整个项目的资本成本估计的时候 我们整体的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 请大家一定要先把它把握住了 因为有的时候 同学们经常会陷入到一个小的 特别细节的计算当中 而忽略了我们整个全盘的思路是什么 我们在这调折线率 在这估计资本成本 到底是按照什么思路 从头到尾 我们最后要计算 到底是啥 我们在这计算半天 不是为了真的去计算一个β值 别因为你所有的计算 都大量的耗费在了β值上 你就觉得 那个折线率的调整 就是那个调整β值 不是 我们调整的是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因为在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股权资本成本计算的障碍 进而又往前去推 在应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时候 遇到了β值的障碍 所以我们使用了可比公司法 来调整β 帮助我们去计算股权资本成本 进而计算出来项目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所以这个过程 一定要大家思路理清楚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一说具体的计算 这具体计算当中呢 大家会发现 β值下面加了一个小小角标 一个叫β资产 一个叫β权益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们稍微带着大家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推导我们在教材当中没有 那它的推导呢 本身也不算是特别的严谨 但是呢 可以带着大家稍微的去理解一下整个的过程 我们说β的资产 β资产 它其实是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左边 你就把它还是想象成左边 左边的这个β呢 它应该等于右边所有的β的这些加权平均 所以它应该等于什么呢 β的权益 或者β的负债 乘以一个负债的比例 假设我们以d为负债 d加e 就是我们的这个 算了 我不用这个字母了 要不然很多同学不知道我说的啥意思 债加上债除以债加股 这是债的比例 对吧 因为加权平均嘛 那我就是β复债 去乘以一个债的所占的比例 再加上β权益 乘以一个权益所占的比例 没有问题啊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β负债 等于什么 能不能猜到 刚才其实我已经透露给大家这个结论了 就是不管我去投资什么样的项目 债务的那个风险 受不受到你这些项目的影响啊 你看债务那个风险 本质上根本就不受你这些影响 因为咱已经签好了一纸合同 所以在这个合同当中你就按时去给我付利息付本金就完了 它是你这个市场平均的这个收益率水平的波动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这里面的相关性来说 它的这个β值应该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就是β负债本质上其实是等于零的 那如果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β资产 这一块就没了 它就等于β的权益 乘以一个 股权除以一个债家股 就是乘以股的比例 好 假设我们把股理解为就是 股的这个英文的缩写 它的首字母是equity 所以我们就写e 下面债和股呢 债的这个首字母是debt 所以呢我们就写d 然后股呢写e 我们后面就用这个字母来进行代替 相对看起来会简单一些啊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接下来写β的权益 它乘以e除以d加e 稍微化简一下 上下都除以e 你看它是不是等于β权益 乘以一个e除以 这个 1加d除以e 对吧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了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 再稍微小变形一下 就是我们的债啊 大家在计算那种所谓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时候 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说债务资本成本的时候 要你千万要注意 债务的资本成本一定要算是税后的 所以他的那个资本成本 后面一定要跟着小尾巴 就是乘以1减所的税率 要跟着1减T 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式当中呢 我们也让记得债啊 后边一定要跟着小尾巴 跟着1减T 所以就让它变成了 这个β资产 等于β权益 乘以一个1 除以一个1 加上D乘以1减T 除以1 然后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后面 带入进去的公式 等一下我们回头头去 你看一下 就我们的公式 就是这个表达式 核心后面加载卸载的那个部分 就是后面的这个大小尾巴 就这个小尾巴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回头来 还是那句话 我说了 这个中间的推导 只是为了让你知道 就中间的这个β资产 β权益 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从结论的角度上 我希望大家知道 这里的β资产和β权益 哪个是含了财务风险的 哪个是含了财务风险的 是β权益含财务风险 还是β资产含权益风险 含这个财务风险 大家告诉我 你们觉得是β资产还是β权益 有人说是β资产 这地方是最容易错的 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会觉得 β资产里面应该是含着财务风险的呀 错 β权益才含着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想 财务风险最后是谁担 你就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这最后所有的风险 其实都是股东担着 所以权益当中是包含财务风险的 而资产当中是把财务风险剥离掉了的 因为你看资产的右边 股和债的这个部分 最终的所有的风险 其实都是要由股东来担着的 所以把财务风险剥离掉了之后 剩下的其实是资产的风险 所以对于股东来说 他承担了两部分的风险 对于股东来说 股东他承担的风险 第一部分来自于管理者经营那些资产 给他带来那个资产上的风险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经营风险 另外一部分 是由于他找债权借债 所带来的额外的财务风险 所以这个本质你要先把它理解住了 就是股东层面上 他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包括资产层面上的经营风险 也包括从债权那边取得资金 所要承担的财务风险 所以对于股东来说 他的风险是最高的 因此我们在卸在财务账找的时候 我们是站在权益的 β的角度上去卸的 所以一定是β权益去除 卸在就是除法 除掉后面这个小尾巴 1加上这个净负债 乘以1-T除以股东权益 就刚才我说的那种 1加上这个D乘以1-T除以E 这就是后面这个尾巴 1加上D乘以1-T除以E 所以你要是觉得字母不好记 那你就记 1加上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像产权比率 只不过产权比率当中的 那个债 他用的是净负债 用的不是负债总额 所以这个地方 涨得有点像产权比率 但是用的是我们的管理用 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指标 所以他应该是用这个小尾巴 把它除掉 所以就等于我们的卸载杠点了 但卸载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是用权益的贝塔去卸的 卸完了之后 是一个不含财务风险的贝塔资产 那我们在加载的时候怎么加 加载的时候怎么加 加载的时候 在我们已经卸掉了 这个贝塔资产的基础之上 把我自身的那个财务风险给加回来 所以加载的时候是用乘法加的 所以在这请大家注意了 我的运算符号 从除法载成了乘法 后面的小尾巴变了吗 后面的小尾巴没变 只是运算符号变了 但小尾巴的公式没变 里面的数字变没变 这里的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和这里的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我问大家一不一样 你再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大家刚才听懂了 我所讲的这个原理 这个判断你肯定能做的对 这是我第一步当中 这里卸载掉的这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和我后面加载回来的这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请问他俩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了 对于这个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请问 它是可比公司的还是目标公司的 它是可比公司的还是目标公司的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是可比公司的 对吧 因为我要把可比公司的那个财务风险给卸掉 所以我卸掉的一定也是他的财务账战 那我在后面加回来的这个是谁的呀 这是咱自己的目标公司的 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你前后加载卸载这个账战里面所算的那个账战率 这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要看清楚到底用哪家公司的去算 算完了之后 这个贝塔权益 它就是带着咱自己目标公司财务风险的贝塔权益了 那贝塔权益是我们后面去计算股东资本成本 或者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个基础 这个贝塔权益用到我们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当中 去算股东的必要报酬率 然后把它作为我们后面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个基础 然后去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项目的资本成本 项目的折线率就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刚才这些其实都是纯理论的 一步一步这个过程是怎么推导的 我们先来把刚才我们所讲的整个的计算过程 把它带到一个具体的案例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你自己来运用一下 刚才这个步骤是不是真的会了 你看甲公司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 现在要进入智能家居行业 请问第一步你要判断的是啥 是咱能不能用现有的当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去作为我接下来要投的这些新项目的项目资本成本 能不能 能不能用当前我自己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我即将要投资这些项目的资本成本呀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很明显你会发现两个完全不在同一个行业 经营风险就不类似 我们前面要求你必须得是等风险假设 经营风险也相同 财务风险也相同 这时候你才能用当前的资本成本直接来估计 现在不相同 那你就不能 最后面我们得调整 好 所以接下来他说假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 是净负债处于赌用权益2比3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打算继续维持这个目标资本结构 也就是说前后我目标公司 假公司是谁啊 假公司是目标公司 对吧 他的资本结构前后是不变的 在该目标资本结构下 债务的税前资本成本是6% 注意清楚了吗 两个字圈出来 税前成本是6% 所以意味着你后面在计算的时候 务必要把这个成本要去乘以一个 意见组织税率计算税后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一定看清楚题目条件 给你的是税前还是税后 然后呢 智能家居行业的代表企业是乙公司 这是谁啊 这是可比公司 找到可比公司了 他的资本结构是7比10 股东权益的β值是1.2 来我问你 请问这个1.2 他带不带着财务风险 来大家回答我 这里面的股东权益的β值 这个1.2 这个乙公司的β值1.2 请问他带不带着财务风险 带着没 带着 为什么 这是权益的β值 这是股东权益的β值 股东要承担所有的风险 既要承担经营风险 又要承担财务风险 所以这1.2肯定是带着财务风险的 那咱要怎么办 咱要把他的这个7比10的财务风险给卸载掉 对吧 卸载掉 然后呢 加载谁啊 加载 这个2比3的目标公司的财务风险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处理思路 要在这个1.2的基础之上 先去做卸载的部分 再去做加载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得到了一个 所谓的权益的β值 适用于我们目标公司 假公司的 然后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计算股权成本 后面给到你了 无风险报酬率RF等于5% 市场风险溢价8% 来大家告诉我 评论区告诉我 市场风险溢价 这个8%是RM还是RM 减RF 这个8%是啥 你计算的时候 千万别把这些给带错了 这些带错了 工会一会 这是什么 这是RM减RF 对吧 你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给计算对了 然后告诉你 两家公司的所得税税率 都是30% 千万不要误以为 所有的所得税税率 在考试的时候 都至25% 可不一定啊 看清楚了吗 这道题目就给你的30% 计算的时候 不要想当然 一定要去看题目条件 然后让你运用 可比公司法来计算一下 这家公司进入到 这个新的行业之后 它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那咱就按照刚才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呗 第一步 我们先要把 以公司的那个权益的β 替换成一个没有风险的 没有财务风险的资产的β 所以做法是什么 1.2除以 这是卸载的方式 除以后边的小尾巴 小尾巴是 1加上 7除以10 然后记得上面的债 要去乘以的一减索的税率 对吧 所以在这儿 你要注意的是 第一 除法 第二 后面的这个 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是用的 已公司的 是要把已公司的给剔除掉 然后记得还要去乘以的 一减索的税率 这个也别忘了 这三点 注意清楚了 这里的β资产 肯定能计算对 这个β资产 就是一个不含的财务风险的β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咱要加载了 加载加载谁的 加载假公司的 对吧 加载假公司的 怎么加载 在刚才计算的这个 不含财务风险的β值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做乘法 就在做加载 加载后面的小尾巴 长的是一样的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 这个资本结构 这个杠杆 用的是假公司自己的资本结构杠杆 所以是2比3 然后这样计算出来之后 就是把假公司的财务风险 加载回来的一个β的权益 1.1813 这个作为我们后面计算 股权资本成本的一个基础 然后代入去进行计算的时候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注意记得8%是RM-RF 计算出来14.45% 这就是股权资本成本 然后我们再去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在这里注意我们的债务成本 题目给你的是税前的 所以记得6% 记得要去乘以一个 1-30% 换算成税后的 然后再去乘以债所对应的那个比重 再加上股权资本成本 乘以股所对应的那个比重 这里面的2分之2和3分之3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是哪来的 有没有同学在这产人疑惑 老师这个题目条件里面 哪来的2分之2和3分之3 我对你说直播间里面 肯定有同学在这是不明白 这数哪来的 你来看 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是2比3 咱能不能把资产负债表画出来 左边资产右边是净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净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2比3 请问左边的净金资产是多少 是不是5 那我问你 债的比例是多少 是不是2除以5 股的比例是多少 是不是3除以5 所以我后面再去算债的比例和股的比例的时候 是不是2除以5和3除以5 所以在这记得5分之2和5分之3 你不要在这搞不清楚 一定是通过前面的资本结构 咱把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大结构已经搞出来了 那这里面股和债的占比我们自然而然也就算出来了 好了 所以到这儿我们就把最后的家序民运资本成本10.35% 终于把它算出来了 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要注意 就是整个资本成本的一个调整 在考试的时候也是很喜欢考的 而且这个部分呢 它跟前面的现金流没什么关系 就是你前面的现金流哪怕你做错了 我告诉你 这里的折现率估计你也应该能够拿分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不要因为前面的现金流计算 计算了这个抓耳挠腮的 然后到了这个估计折现率的时候 你就不想估计了 实际上这部分跟前面没有关系 折现率是折现率 现金流是现金流 现金流计算不出来 也不仅想你折现率去拿分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让你去调整折现率 这部分的分数 希望你能够全部的拿到手 分数也不低的 对吧 至少这个部分至少占两分 两分就一道选择题了 对吧 就相当于你又做对的一道题目 好了 到这儿我们就把整个的投资项目 估值其实就讲完了 因为你想整个投资项目的 这个价值的评估 无非就是就把现金流搞清楚了 然后把折现率搞清楚了 然后运用现金流量折现的模型 咱就可以把投资项目的价值 给评估出来 所以呢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投资项目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就是现金流的估计 加折现率的估计 你把它分别掌握好了 这里面有不同种类的项目的 现金流 然后有不同情形下 我们对于折现率的调整 该怎么调 这里面的每一个小的注意的细节 事项 请大家一定要刻后多花点时间 把它梳理梳理 通过做题去加深巩固 这个部分 你不做题是绝对不行的 你上课听的时候 你可能听懂了60% 70% 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希望所有的同学 你在直播间 如果今天这些所有的内容 你能消化这60% 70% 你就得给自己比的赞了 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整个这部分的内容 算是我们采转难度 天花板级的这些内容 那这块的内容 你消化完了之后 如果你不做题 我告诉你 保准一个月之后 你就忘了 而且一个月之后 你可能做到题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都是些啥呀 完全没有思路 所以一定要通过做题 把你特上所吸收的 这60% 70% 加深巩固 你做完几道题之后 你自己就会发现 吸收程度超过了80% 然后你在后面去 逐渐的增加你的熟练度 那这个部分的消化和吸收 也就慢慢慢慢就提上来了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它肯定很痛苦 对所有同学来说 都一样 没有天才的同学 大家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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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它慢慢积累出来的能力 所以这个过程 它一定是个吃苦的过程 大家也千万不要怕吃苦 好吧 那这是我们这一课 所讲的所有的内容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等到9点15分的时候 我们回来继续给大家去讲 最后的一部分 有关于投资项目的敏展分析 然后结束了这个部分之后 我们就会正式开始 第六章的一个学习 今天第六章 我们不会讲太多 我们会给大家开着头 把整个第六章 所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给大家讲清楚 然后等到周日的时候 我们会去正式的展开 第六章后面的 一些主体内容 的一个讲解 好吧 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15分的时候回来